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Now News今日新闻制作的面试候选人直播节目 这个节目呢最主要是要帮助所有网友提问未来的市长候选人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全台最狂 也是最有创建者之一的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李希坤教授到现场来 教授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分成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先让候选人讲一下 如果他当选之后台北跟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单元是媒体提问 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单元 就是网友一起来参与提问 因此现在就请网友构思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李希坤教授的 现在就在脸书留言上写下你的问题 待会李希坤教授会一一为你回答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进入第一个单元 我们想请李教授谈一下 如果你当选之后 未来的台北跟现在科匹的台北有什么不一样 主持人大家好 我觉得如果我当选跟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那个改变 还有三天就投票了 各位市民可能要考虑 你预备选择哪一种改变 我代表最大的改变 很大的改变 big change 其他候选人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小变 有点难听 对 small change 变化的变 小的变化 另外一种我的感觉是no change 没有变 没有变 那么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各位都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候选人对台北市目前的问题 前途万绪都提出一些政见 但是他们的政见比较像我们讲的 那个平台 那个platform 那个讲台一样 它是方形的 就换句话说你 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他优先 因为他是方形的 那我呢 是金字塔形 Purome 金字塔形的意思是 优先在那个塔尖 有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在那个顶尖 我们知道金字塔 那个顶尖代表什么呢 是接近天堂 埃及金字塔 那个塔尖 为什么那么高 为什么 它那个意思就是接近天堂 所以我的政见 我的金字塔尖 是接近天堂 换句话说 要让台北市 能够重大的改变 变成更有钱 Wealthy 更健康 Healthy 然后更快乐 Happy 所以我觉得 我的最大的不同 是这一个方面的一个 全球的大变化 那么怎么变 所以我的优先的政见有三个 第一个 让台北市变成不夜城 对 大家蛮好奇 对 什么叫不夜城 我们又叫夜间经济 夜间经济的意思就是 白天的活动 晚上通通有 所以台北市民以后 可能一天24小时 多有机会再赚钱 多有机会拼经济 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 当然会说那夜间经济跟日间经济的不同 不同在比较接近休闲 夜间经济比较接近我们说休闲活动 我告诉各位 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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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的收入 有三分之一 是花在休闲活动 一年的时间 有三分之一 是花在休闲活动 所以money and time 是花在休闲 好 休闲的活动里面 的三分之二 是花在晚上 大家想不到了 大家没想到 东方人比较想不到 欧美即使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 三分之一的budget 预算 然后60% 是花在晚上 所以一个台北 是一个首都 如果晚上没有开发 这个economy 这个经济 非常可惜 等于你一天只有12小时赚钱 我要让台北24小时赚钱 所以换句话说 在我的证件 如果落实了 如果实现了 台北市的晚上 将会有娱乐 歌剧 餐饮 文化活动 你想得到了三温暖 甚至于你要到动物园 都有动物园 夜间动物园 那当然难免各位会提到说 那会不会有像阿姆斯 斯特丹的那个红灯区 OK 我们必须要面对 我们的城市 必须要有一个百分之百 一个休闲的 那个potential 那个活动 所以我认为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我只要举个例子 倫敦的例子 倫敦的夜间经济 一年增加带动的产值 是263亿英镑 9千多亿台币 伦敦的夜间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 26万人 纽约跟他差不多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台北今天要发展经济 要赚很快的钱 最简单的方法是由市政府来带头 来促进 来推动 市政府能做的 非常简单 让交通运输24小时 让警察的力量 完全可以准备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政府用tax 用税的方法 譬如说娱乐税就免税 然后营业税简单 然后我们说 然后再配合阿姆斯特丹的一个idea 2004年 他们配合一个叫夜间市长 夜间市长 Nine the mail 这个夜间市长不是选的 像我如果当市长 我会任命一个艺文界文化界 那些大咖的人 我常讲 举个例子 吴宗憲 吴宗憲可以当我的夜间经济 对 夜间市长 然后来促销 来当成夜间经济的代言 好 那这一来的好处是什么 外国的观光客 他会来的 因为目前的外国观光客来台北 真的非常无聊 不想要怎么办 故宫参观 晚上四零夜市也没用 因为他吃饱饭了嘛 对 所以夜间的活动如果太单调 几乎没有 观光客不会来 所以台北市并不是我的新idea 50年前台北市当时 在越南打仗的美军 日本的观光客来台北消费 当时台北市就是夜间的不夜城 当时台北市的夜间经济非常发达 所以我们要记住喔 台北市50年前 我们的人口从100万变成200万人 为什么 因为中南部 云林嘉义 张化他们那一带 来台北 因为我们有就业机会 我们不要忘记台北市今年 今天的青年的失业率 差不多10% 有10% 蛮高的喔 对很高 所以我的夜间经济 第一个解决台北市的贫穷问题 促进观光让台北市的经济 能够重新活络起来 恢复台北市民的消费的信心 第二个松山机场 我希望我决定要把它签掉 因为我们桃園机场够用了 我们的中部跟南部的机场 现在都没有充分使用 所以松山机场如果签掉以后 上面有八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 我会保留一个大安森林公园 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有八分之七我要拿来开发 五万户的社会住宅 就像荷兰啊 就像伦敦他们盖那个社会住宅 盖得很漂亮 然后那个社会住宅呢 可以让年轻人 可以让年纪比较大的人 用很便宜的租金就可以租到 让他们在里面可以结婚生小孩 然后因为现在的社会住宅 当然都是十层楼以上 所以地下室有五层楼 那个五层楼可以做一些停车场 那些娱乐场 运动的场馆 那就夜间经济 夜间经济又顺便延到那里 又可以提供一万年的就业机会 然后再加上我同时会在旁边放一些 做一些青年创业跟文化创业的清创文创的特区 所以整个松山机场 不但已经解决了台北市的经济 跟我们很多候选人 拉拉沙沙讲的老半天又安亲 又长照啊 那些问题我自动就解决了 然后更重要 松山机场如果废除掉以后 大直像这里 大直跟台北市中心的交通 有两条大桥的干道跟捷运支线 直接就通到台北市 就不像现在内湖的交通 每到下班是个噩梦 对 这样就直接解决了 对 那第三个就是大巨蛋 每个候选人有的提出要拆掉 有的人讲的老半天 我的最简单 维持原作把它盖好 但是内部的一个功能把它改成 跟新加坡一样的室内的一个植物园 Indoor的Botanical Garden 台湾有的是植物 有的是种子 有的是花卉 今天把那个变成一个 类似植物的博物馆 外国观光客会来 因为新加坡已经证明它非常赚钱 那么老师会带学生去做一些 教育性的一些活动 那父母也会带小孩去参观 也是一种亲子关系的一种活动 那附近的商场也因为人潮来 也会带动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那个金字塔塔尖的三个证件 会让台北市产生大变 大变化 大变化 开玩笑 所以我如果当台北市长 我要以我个人的这种人格特质 因为刚刚主持人陈蒙尼讲 台大最狂教授 什么叫狂 我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包括我用五党籍的身份 来选这么困难的台北市长 这就是我的个性 所以我有这个个性 我有这个政策 我会达到最后的那个 带来改变的目的 这是我简单向市民报告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 第一个单元媒体提问 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编辑台提出的问题 其实也是刚刚教授刚提到 夜间经济 我们进一步延伸好了 就是夜间经济 大家听了应该轮廓更清楚了 可是有一些小小疑问 或许在镜头 对 在那个镜头背后的网友会好奇 有没有可能八大行业都起来了 或者说台北变得更乱 有没有可能负面 或者说怎么解决 是一个最好方式 我们历史上很多重大的 常常idea很棒 但是最后为什么无奇而终 就是它从负面的思考 然后把正面的那个有效的价值 就把它否定掉 就等于说我还没有坐飞机 就想到那摔下来怎么办 抹杀创意 然后坐船 还没有想到坐船 就沉下去怎么办 八大行业它当然是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人性的需求 并不是八大行业来引诱我们 是人需要八大行业提供的那个活动 所以我们历史上常常讲礼益廉耻 是谁讲的 管仲 管仲讲礼益廉耻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但是八大行业是管仲创立的 八大行业 八大行业 我们听一下 来 OK 我继续讲吗 继续讲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一个有破例的政府 它不是因为八大行业 产生出来的负面前行 而是八大行业代表人性的需求 就像荷兰的红灯区 荷兰的红灯区 并没有减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那一个世界最伟大城市的地位跟价值 就是你要管理 有效的警力的配置 有效的 甚至于我常常开玩笑 一个有能力的市长 他各行各业 不管他是白道黑道 我们通通要把它纳入 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道里面 让他们发挥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拉斯维加斯会因为有赌博 因为有八大行业 拉斯维加斯乱七八糟吗 不会 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澳门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只想到八大行业的负面 而没有想到那是政府无能 才会造成八大行业给大家这么负面的一个印象 所以这方面我要请我们市民安心 好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夜间经济 大家听到夜间经济应该有更清楚轮廓 我们直接定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松山七厂签建 想问一下最近有些政治人物有 有些主张跟你意见比较不一样 他说一个首都或者说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机场在里面很方便 不需要签建 那你怎么看就是跟你的政界不太一样 也无办法游说网友 我用事实来说明 香港的企德机场为什么要牵到赤辣椒 因为太热闹了 因为噪音 因为空间浪费 东京为什么要弄一个成田机场 然后慢慢把它弄一打雨田机场 就慢慢的让它能够边缘化 为什么 因为都市的空间有限 要充分利用 台北市非常小 台北市因为机场在那边 让附近那个航道 那个噪音 尤其大同区 完全是因为它要陷建 因为它飞机要起降 然后记得去年 有一架飞机在内湖那一带 差一点就撞到了民间的住宅 我们说种种考量 松山机场在现在的都市里面 完全是个浪费 为什么呢 因为松山机场和桃园机场 现在有一个非常便利的集结 有一个捷运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不能说 为了航班不多那些旅客的方便 而牺牲了两三百万台北市民 那一个权益 所以我们如果看世界各大都市 甚至于大阪都把它变成 弄到海上去了 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都市空间太宝贵了 所以我相信市民是可以了解这一点 怎么凭借柯P任内政绩 柯P你如果从他最近的公办证件会 他在念他的稿 你有一种感觉 他很像 他很像美国总统的白宫幕僚长 他也很像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 他在报告业务 然后他那个业务 他自己讲 他说我有八千多项列入追踪 所以叫什么呢 叫做detail 叫琐碎 所以柯P代表什么 柯P代表small change 代表小小的变化 他说我改变了台北政治文化 对不起 柯P連政治文化的 他的变异他都搞不清楚 因为他是medical science 他是医学系 政治文化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柯市长台北市市长任内 没有办法让人民有那个想像力 有那个理想性 但是他很多小事情 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开始一再强调 我不否认柯P他有一些执行力 他有一些表现 但是这个表现 市民觉得够吗 再让他做了四年的small change 所以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来讲 说他好比一走到二走到三 最后走到100 但是我呢一走到二 我会二二得四 四四十六 十六乘以十六 我一度还讲错 是256 所以换句话说我走几步以后 变成256 所以想想看我刚刚的三大政见 如果变成金字塔的顶尖 我很容易接近天堂 因为台北市会很快的 来带来的那些变化 会健康 会有钱 会快乐 这就是柯市长我对他的一个评论 我觉得他是一个 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跟他一一生一的训练 跟他的个性有关系 他非常注重detail 他有个名言 他说对我来讲 小事累积出来就是大事 不对的 人类的活动不是 如果用这样 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划船 我们今天没有飞机 我们刚刚听到是 专门的政治学博士 李希坤的教授 专业发言 我们第四个问题很简单很快速 当台北市长会碰到两岸问题 就是那个双城论坛 你当选之后 双城论坛要不要延续 那我只要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APEC我们要不要参加 所以双城论坛就是类似APEC 它是个平台 甚至于我认为说 不但台北跟上海有一个双城论坛 台北跟北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论坛 所以我们说 沟通协调建立共识 然后互惠 这个本来就是今天 国家跟国家 地区跟地区 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向 所以当然要继续 但是我认为 什么市长会带来不同的沟通的方法 跟他的表现 跟他最后达到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讲台 不同人去讲话 效果不一样 对 因为他是个平台 所以你主持跟别人 我主持就不如你 对 没有 大家最想看的是 沟教授的主持 开玩笑 好 我们第二 第五个问题 就是你当选市长之后 台北市基本上 还是在中央执政之下 所以会碰到中央的问题 现在的小英执政 我们里面也称小英执政好了 小英执政 昆平你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评论 他的执政绩效 我认为 我认为他有理想有目标 但是那个过程 他的沟通 他的协调跟建立共识的能力 真的很差 我认为小英总统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我不好意思讲他是个不勇敢的人 我们举个例子是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他的目的是希望解决 中央政府的财政的困境 那么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疑问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不要忘记 人民跟总统之间 总统就是家长 人民就是家人 你今天要部分 牺牲家人的权益 你一定要满足家人的那一种情绪上 他们的不满 他们的焦虑 所以我们以他这两年来 我们说年金改革 他那个沟通过程造成今天 让大家有个感觉 好像我们国内族群 世代 行业之间都分裂掉了 我们说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失败 所以我认为说他的内政 有这样沟通的一个失败 他外交对外也是一样 对外包括两岸 也弄成关系紧张跟倒退 那跟美国之间 也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一下子太close 一下又太怎么样 我们说这个情形 我觉得再再反射出 一个总统的人格特质里面 的那一个执行力 那一个沟通协调 建立共识的人力 几乎是决定他最后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小英总统可能他比较要改进的是这一点 好 我们的网友问题进来 我们先把网友问题 让我们的教授看一下 我想教授应该也看得到前面的问题 比较辛辣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再大一点点 对 我念给你听 好 有网友提问 听说你跟苏贞昌一样都是71岁 老县长跟老坤批 他用一个名词 老人政治真的能带动城市进化吗 这个理由公允吗 这个说辞 任何问题不要讨论他公不公平 是我的回答能不能让人家觉得公平 我们说一个领袖 他最重要 尤其是行政首长 他必须要 我刚刚说了 建立共识 他一定要超越党派 他一定要跨过世代 所以换句话说 青年 中年 老年 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需求 福利 这个领袖必须要了解 但是我说 苏贞昌跟我呢 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年纪都很大 所以我们跟老人家 我们都是同类 但是我们 像我在教书 我在教书 你想想看 我在台大教了40年 我的第一届 刚刚开始的学生 现在60岁了 然后最年轻人20岁 那我长期以来 我跟他们互动 所以换句话说 跨世代 对 包括跨党派 因为 既然台大读书的学生 我们不会问他的背后的 党派的背景 所以我们对于 跨世代跨党派 对建立共识 变成big family 我个人是长期以来 我非常习惯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今天我的年龄不是问题 是今天我的 我的profession 我的专业 我的地位 我的心态 让我有这个能力 否则的话 也许有的老人家 他只是跟老人家在一起 可是有的年轻人 他只跟年轻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正好 我能够跨党派 跨世代 所以我这次用五党籍的身份 来参选 也是符合我这样的一个 专业和人格的特性 所以网友不用担心 Don't worry 对 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请问您提出的 推动换乘电动机车 四年免费停车要怎么落实 我知道骑车的人的痛苦 整个刮风向也非常麻烦 然后它不但污染环境 其实也污染自己 所以每个骑车族的人 都有个心态 真的我好苦命 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很多人就打高空 说换乘电动机车 要严格取缔 在路旁一攔检 你这个哪个地方违规 我觉得政府这样有点不太体贴 我觉得没有替我们小市民着想 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到夜间经济 要赚快钱赚大钱 主要的方法是 像解决机车问题 最后还是政府要有庞大的预算 跟金钱 可以补助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退路 他们会很希望变成电动车 或者他们很开心的希望做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说有这样准备好以后 我们再来直接面对 说好 那你这个状况 这个机车 我们其实不用我来取缔他们 他们自己也不要 也不想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欧美 偶尔有个机车在干什么 偶尔就是日常生活里面 可能要到公园上个布 但是那个量就很少 所以我们说电动车 绝对是一个城市未来的一个理想 因为我们需要干净的空袭 但是这个理想之前 我常常讲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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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 钱 钱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政见的金字塔 要通往天堂的那个金字塔 最后都是绕在赚钱这个上面 所以机车问题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有网友在问 就是你昨天有看韩国瑜 跟陈其迈昨天的辩论吗 有稍微看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看法跟建议 或是说你从里面看出两个人 你自己想补充什么 我还是回到一点 我们今天的政见都比较倾向于平台式的 就是列举 这个问题我这样 这个问题我这样 这个问题就怎么样 但是没有给市民一个感觉 什么叫优先 什么叫第一件事你要做 或者做了这一件以后 会不会带动其他的政见 也连带着跟着滚动 所以我个人的评论是认为 他们的政见很像一列火车 可是没有火车头 没有Locomotive 火车头是要带动其他车厢来动 这个火车头一动 其他车厢就动了 所以他们两个的政见给我的感觉 是一堆车厢 很漂亮的车厢 柯文哲说大巨蛋如果早三年接手 就不会这么难搞 他说如果你当选台北市长 你怎么删后大巨蛋案 刚好像有提过 有提过 有提过 就是你把它拆掉太可惜了 姚文志先生提出一些扩张大巨蛋 连结旁边的机场那些 我开玩笑 我说你这个不是梦想 你这个是幻想 又会造成一个困难 更多的困难 我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保持原状 但是修改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变成室内植物园 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是一个花费最小 变动最小 可是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解决 当运动场又有逃生路线的困难 然后当表演场又有噪音的障碍 那个困难 所以我讲的是最务实的一个方法 好 有人在问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它说 你跟陈奇迈提的智慧城市有何不同 他好像把北高两个对比起来问了 所以 没关系你谈你的智慧城市 因为智慧城市这是一个先进国家 在今天科技在一化 在电脑化的时代 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它那主要就是用大数据的概念 跟区块链的概念 来解决我们包括空气污染的监测 包括交通阻塞的一个监测 包括我们所其他甚至于下水道的监测 我们说种种这些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 这些不必过度强调 这些都是我们就像 我们不必强调说 我要用手机 Apple 要用D级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 我个人认为很重要 但是都是我刚刚讲的 金字塔底下都会自动解决 但是我有一个要补充 我认为智慧城市的时代 智慧教育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强调说 在我的一个理念里面 我认为学校对于外国现在非常流行的 那个所谓STEM的教育 STEM 那些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工程 以及数学 mathematic 我们说那个叫STEM 我觉得落实在STEM 从小时候开始一步一步 像爱沙尼亚 对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美国现在大力在推行 我自己在教育工作上面做了40年 我对这方面非常敏感 我认为这是我优先 一定要让下一代准备未来的智慧城市 其实这个叫智慧时代 我们的公民要有这个智慧去引起 好 因为我们的直播节目时间即将结束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请坤匹帮我们讲下 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网友讲 尤其在这个24号投票之前 你最想跟他们讲什么话 我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 带领英国度过最危机的黑暗时刻的 那位领导人首相休吉隆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生命的意义 莫非就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 为了我们要改善这个混乱的世界 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住在一个 比现在更好的地方 我呼吁我们的市民 今天礼拜六你的投票 你要想到四年后 我们的未来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这个决定你如果选错 未来跟现在一样 或是未来四年后比现在更糟糕 那换句话说我们的市民 在礼拜六他就犯错了 所以我们说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选一个最适合现在 到底你要大的变化 不要变化 小小的变化的那个不同的候选人 我代表那个大的变化的候选人 请你们仔细把我列入 你们最严肃的一个思考 谢谢 好今天我们很高兴李锡坤教授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 我们的直播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